外线 住民阵来一个 好球 那现在的这个赛季 广州队的整体的三分球运动率 是排在联盟第一位的 所以今天对吉林队来说 全民少将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防守好对方的外线 好球啊 这球 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 但是最后出手这一下 手感还不够柔和 好球 后来之后45度再投 还是出现了问题 现在呢 广州龙师把外援做了调整 好球 这次右侧完全被放空 这球完全是拼速度 回来之后的转身的中距离 这个李延者好像 不是他特别擅长的 马克塞维奇 这大铺子卖的真大 包括郭凯这一点 郭凯呢之前也受伤了 在 之前是有伤病的 还是给到侧翼 拉克塞维奇 面对防守 给到空前篮下的 大将 大进 上来之后呢 龙师队还是积累了两次犯规 外线三分球再出手 哎呦漂亮 因为广州队目前啊 这个比分落后的比较多 就是这个三分球是支血球 但是回来之后 三分球还能续上 二次 再打进 真是神了 篮下这次出来机会了 重新来组织一下 抛头 这球好像是要给拉克 再做一下嘛 回来之后的转化 好球 我们看到皮特森终于回来了 应该是刚刚那次 小小的受伤 没有太大的问题 分出来到外线再转 王子旭三分球出手 也能进 直接选择顺下 自己来 没有去分球 大成 中距离 篮板球再拼 分到外线 胡顶三分球 好球收起刀落 RH紧逼 这球直接被抢下来 反击来一个 扣了 刘天忆这点空了 好球 三分球还没有入账 转换的三分球来了 还打真地 连着有些犹豫 其实可以试一下自己登打 右侧的机会 篮下再打 漂亮 让刘天忆一直在场上的原因 这一次 江雨昕还是自己出现了失误 反击又打起来了 好球 打进 李延哲 李延哲让他去自主进攻 还是有些困难 主要还是做这样的 掩护 应该要墙头了 压哨命中 精灵队在缺瓶少将的情况之下 今天打的真的很累 刘天忆 江雨昕 拉柯 包括今天的王子 是打了也很长的时间了 焦波桥今天拿到了十分六个篮板 但是有午饭很危险 一旦焦波桥这一点被换下的话 低脚 好球 这相当于一个 有点小副角度的感觉了 又被抢断了 今天天忆恒三分球五中三 前场的反击速度很快 精灵队要叫暂停了 这道中诚 这个球传得漂亮 非常血液 打进了 这个球我觉得 就是但凡有好机会 出手基本上都是百发百中 当然除了投篮之外 投篮这个咱们再另说 好球 皮特森再投 差了一点 七分的差距 皮特森这一次没能续上 但是刚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回来之后的防守 关键时刻 这样的防守怎么能漏掉呢 掩护之后直接出手